那我们掌声欢迎 今晚的嘉宾 Into One 刘宇 来咯 怎么 啊 哇 厉害 好厉害 没有想到 完全没有想到 哈喽哈喽你好你好 送给我 你好你好你好 欢迎你欢迎你来 我们准备来先坐 来稍微小心一点 好 来 脚可以踩这边 然后主机位在这 好 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英雄玩刘宇 很高兴来到 佳琪哥的直播间 这把扇子 其实我是想送给你 因为寓意着 我希望佳琪哥的直播间 可以红红火火转起来 红红火火转起来 是这个转起来 还是转起来的转起来 那都得转 哈哈哈 ok 哇塞很厉害 说你可不可以教我一下 怎么样转扇子 你就是技巧 技巧 你也可以这样的 喂 你之前是不是学过舞蹈 呃 这个事情可以不用多提 哈哈哈 啊 我有点尴尬 你可以试一下 就是这种 这个我会 这个你会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哦 是吧 这个完全没问题 你要手指放在这个扇子的扇鼓里 再放这 对 你知道上次给你拍那个 就是短视频的时候 我就有想要练一下 就是你那个转扇子 结果就把这边全转坏 哈哈哈 这扇子质量应该好 质量应该还蛮好 所以 哦 真的吗 哎哎 就这样可以可以 哦 原来是跳转扇子啊 有小技巧在里面的 但是真的有点痛啊 是吧 所以就就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这么多精彩的一些舞蹈啊 包括节目 其实背后付出了很多努力 是的 有点努力 真的就是只有学舞蹈的人才知道 就互相能够理解到 而且你那个真的是 你知道哦 美养佳琪以前也学不到 当然在刘宇面前就是啊 就是 小屋见大屋 不太敢都夸自己 没有没有没有 但真的我跟你们说 刘宇真的我觉得 因为我看过你很多很多的比赛的时候视频 太棒了 太棒了 就扇子啊 然后那个就是有中国古典的那种水秀的东西 真的跳得太好看了 对对 你学过 哦 特意找队员学过 所以一般我们都说 Sawadika 哈哈 所以是 应该怎么办 Sawadika Sawadika COME 对 哦 我知道 男生是COME 对 女生是COME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我还是会有点小知识的 知识太多了 是是是是 那 所以 今天我们先预告一下 因为今天刘宇来到嘉宇直播间 我们会带来什么 会带来 刘宇在现场的亲笔签名 等一下会在我们直播结束后 会送给我们的五位粉丝 然后大家可以多多把我们关注 直播间 可以多多转发一下 我们的直播间 好不好 那我先问你个问题 你先放松下来 所以这是第一次直播吗 其实之前有直播过 有直播过 但是第一次来你直播间 第一次来我直播间 就是就是带货直播呢 带货直播其实之前有过 也有过 ok 所以应该不会很紧张 也不会很陌生 ok 那所有女生们 加来我问你第一个问题 你出道之后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呃 变化 是 有什么变化呢 就是觉得之前 其实不太自信 真的真的 为什么谁跳舞应该不会不自信吧 没有 我是一个只会在舞台上跳舞 但是不敢说话的人 也不敢唱歌 哦 但是参加完比赛之后 发现我其实敢唱歌了之后 然后敢说话了 其实很多人喜欢我 哦 所以你觉得自己其实在说话上和唱歌上 也是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的 对对对 ok 所以就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变化 对 那还有变化吗 变化就变得特别吗 哈哈哈 可以 可以现在确实比之前吗 所以现在睡觉每天可以睡多少个小时 嗯 那还是够睡的 还是够睡 因为我一在车上我就立马到了 哦 所以你是一个不会就是睡不着的人 对 那这点很好 你相信我做我们这种特殊行业的 比如说艺人或者主播也好 或者工作人物也好 可以时时时刻刻睡着 叫睡觉很幸福的事情 我也是 我也听说过 你也是 我是超级片段睡眠 就是我任何的时候只要说你现在没有什么心情 可以随便你干嘛 我开始睡觉 而且是我五分钟就可以睡 睡完了就精神百倍那种 哦 哦 所以我觉得可以睡觉是一点非常好的特殊技能 是的 好 那你觉得就成团之后 嗯 你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想到自己 想要在之后给大家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惊喜吗 或者有准备一些小惊喜 要在之后跟大家见面吗 其实我们从我今天工作完之后 可能就要回去排练了 就要回去排练了 我准备后面的舞台 准备后面的舞台了 所以这个舞台 新专辑 新专辑和后面的舞台都会出来了 所以当你还没有成团之前跟你成团之后 你对成团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或者是理解吗 因为跟你想象当中一样吗 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我以前其实觉得因为不太了解男团嘛 是 然后我也没有 就是亲身的 就去感受过 感受过男团成员这个职业 是 然后 现在当我真正成为一个男团成员的时候 我觉得 其实不管做什么事情 身后都有一帮兄弟在成人里 这是团结的力量 就是永远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会有很多人在后面帮着你 会有很多人一起互相的帮助 一起互相的衬托 对不对 我觉得这点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那我们期待一下后面 INTO ONE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舞台以及INTO ONE的新专辑 谢谢 好吧 那接下来啊就聊你一个除了跳舞之外比较擅长的点了 因为你很喜欢在社交媒体上给大家去推荐和 就是去教一些你自己的一些妆容的使用方式 对 其实我们舞蹈生在学校的时候会学化妆 对啊 你又有学化妆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空找化妆老师来化嘛 对吧 是 你就得自己上手 而且一般我们以前那种什么排练 或者以前什么一种比较就是地方性的演出 其实都是老师和我们去 然后排练排完了就自己化妆自己上台那种 真的没有老师来教我们 然后帮我们化妆的 所以我们其实对化妆舞蹈生对于化妆还是有点研究的 是的 然后平时你会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粉底液吗 还是说是化妆师帮你推荐或怎么样 我其实蛮挑粉底液的 蛮挑粉底液 因为很多场合都是需要不同的类型的粉底液 是 比如说 在上舞台的时候 你就得是那种防汗 然后持久度得高 然后你还得不脱妆 不脱妆 对 然后不氧化 不氧化 对 这都是几个专业名词 我发现它真的是对于什么 就是彩妆还是很理解的 那比如说 平时你们就彩排一下 练习一下 然后私底下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选择粉底液 它得是透气的 透气的 自然的 自然的 对 轻薄一点 轻薄一点点的 OK 好 来 所有女生们 那这些你平时打粉底液的时候 有什么小技巧吗 把你的一些压箱底的宝藏 那种底妆 和你舍不得分享的底妆 来 在我们直播间分享一下 有一个小tips 真的是 我们上舞台公演的时候 上粉底液 因为我们会有时候会录直拍 会录三四遍 对吧 是 那粉底液肯定坚持不住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粉底液里面 敲敲我跟华人士老师说 你把定妆喷雾喷在粉底液里面 然后搅拌一下 混在一起 再上脸 然后怎么跳它的骨头 美满 听到了没有 我跟你们说了 定妆喷雾真的非常重要 是的 你们就是不听我的 没有 不好意思 没有 就是 我也在教你一个办法 你下次试试 我跟你说 整个粉底液就像胶水要黏在脸上 什么办法 就是你在用完护肤品之后 用完仿晒之后 第一步 你是用定妆喷雾全脸喷 喷完之后 你再把定妆喷雾喷在化妆蛋上 然后你再去上粉底液 上完粉底液之后 你压完散粉之后 你再一遍定妆喷雾 你这个底妆真的 你跳十遍 直拍 你可能会累死 你跳十遍 都不会就是脱妆 而且你汗流下来是 透明的汗 而不是那种 带粉底液颜色的汗 我下次试试看 就是三明治 把粉底液夹在皮肤上 可以 对就是上粉底液之前 一遍这张喷雾 然后后面一遍这张喷雾 总共三遍 对 然后化妆蛋上一遍这张喷雾 会很好用 好了 那刚刚真的 果然是高手 说到了这么多 就是刘宇 给大家说的粉底液 那种小tips 那今天 你选择到了一个品牌 我觉得也很适合你的工作 因为你们就是天天要跳舞 要动 然后要在舞台上 给大家情绪很好看的表演 因为我也上过舞台表演过一次 我还没有开始动 我只站在那走了两步 满头大汗 这样全都烂 所以我觉得你选择 这个粉底液很厉害 这个粉底液特别特别适合你们 是的 买一门missing的粉底液 这款叫做 时装柔物粉底液 为什么我觉得它很好 要不代言人先说一说吧 好不好 你先说 然后我帮你再补充 你为什么觉得它很好 因为这款是小金顿对吧 是 对 小金顿它其实主打的是一个 就是控油力好 控油力好 对 控油力好 然后它是雾面哑光的状像 雾面哑光 是的 所以你平时就是在镜头面前 应该也会多选择雾面哑光一些的 是的 因为在镜头面前 对这个底妆的要求非常高 因为它不能够太油光 油光的话 通过镜头处理 它其实反出来像是你 很油的那种感觉 所以女明星 包括男明星一样 在镜头面前 一定要把两样压得 压光的 是的 然后压得完全没有任何的油光 是的 不会反光的那种才会好看 有一种柔胶的感觉 对 但是它这一点好在哪里 它是把你脸上的油化为光 这一点的吗 这一点我都没有讲到 所以它是把你脸上的油 变成水光 而不是油光 是的 把油化为光 因为它的控油能力好 而且可以吸附你皮肤的油脂 所以它不会拔干 同时让你的底妆 会自然有光泽感 是的 因为很多人害怕化完妆 是没有光泽感 会很暗沉 是的 会很蜡黄 所以这一款 大家完全没有担心 那还有什么是你比较觉得 它很厉害的地方吗 我觉得它遮瑕度的非常高 收到点子上 因为像亚洲女生 或者像中国女孩和男孩们 我们不是说每一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 这么好的经济条件 在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做皮肤管理 是的 或者是开始做一些皮肤的一些 就是就是就是 护肤 所以可能我们在青春期 会留下一些痘痘 对 或者痘印 或者甚至是一些干皮 容易出现斑点 然后包括还有很多女生 你们在干嘛 你们在使用产品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它的一个危害性 和刺激性 所以导致皮肤容易泛孔 是的 所以它用来遮瑕 我跟你们说 真的超厉害 所以今天你用的是这款粉底 是啊 OK 美们真的可以买买它 美们真的买买它 首先我跟大家说 第一个 它刚刚有说的 它的功能力非常的强 第二个 它蕴含了双蓝养肤成分 叫做蓝藻蛋白 加蓝蝴蝶 豆花 这两个成分 是可以帮助你养肤型的 而且深海的蓝藻蛋白 它是除了养肤之外 还可以帮你抵御外界的伤害 比如说阳光紫丸线 是的 比如说汽车尾气 比如说大气污染等等 然后 叠豆花 这个成分很厉害 就是它可以帮助你 让你的底妆 更加的在你的脸上持久 是的 然后不暗沉 然后不容易脱妆 包括你戴口罩脸 也是一样 是 对 你戴完口罩 你拿出来 感觉那么勒痕都少了一半 对 就非常非常的厉害 这款产品 最重要的是 它里面加的维生素E 可以帮你保湿不拔干 让你的皮肤越叶越美丽 就像刚刚我们 intu1刘宇说的就是 让你的油化成什么 化成水光 是的 好不好 让油化成光的感觉 然后给大家挤出来看一下 其实 美们 我刚刚拔一下 来 其实 所有女生们 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质地 有点点像粉霜的质地 它推开之后 是你摸不到里面 有那种颗粒的感觉的 看到了没有 它非常非常的细 它的颗粒感 几乎是零 然后你看 你轻在你的皮肤上 把它晕开 它的延展性很好 其实我只用了 我手指上的一点点粉底液 它的遮瑕 它的一个延展性 真的超强 我用了一点点 手指上的鱼粉底液 它的延展性 你们可以看一看 整个这边就是柔胶感 是的 而且遮瑕效果 你身边工作人员全在用这个 你身边工作人员全在用这个 好 来 所有女生们 天猫店铺价 129块9毛钱 一瓶 加齐直播间 到我家 刘宇 intu1刘宇今天来了 我们直接领四十元用回去 到我家 89块9毛钱 然后再送 粉底液中样 15毫升两支 买30毫升 送 30毫升 美门 有白的颜色 我用的是100毫升比较白 我们来看一下 颜色选择 应该这样选 如果你要推荐大家选颜色的话 你用的应该是100 对不对 我用 最白色 对不对 美门 intu1刘宇用的是100 如果你皮肤很白 买100 皮肤自然偏白 买110 皮肤自然买120 我说句心里话 美门 就是 刘宇用的100 我应该只能用110 没有 你也很白了 我不太能够用100 因为真的 刘宇本人 真的皮肤又很好 而且又很白 好不好 那皮肤没有很白 买110 皮肤比较偏白买 100 好吗 来准备好咯 领四十元用会圈 三二一 三点六 对不起 等一下 之前 你有模仿过我 有啊 在介绍一套 很漂亮的汉服的时候 对不对 你有模仿过 我有看到 我当然有看到 因为你一模仿完我 所有人都爱吃 我说 李佳琪 这个intu1 流域模仿你 就是 也就是 所以今天 三二一上链接交给你 好 然后你帮我来总结一下 为什么要买它 然后上链接 好不好 如果要用李佳琪的方式 上链接 你会怎么样说 来呀 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 来 来来 三二一 哦 my god 美美美美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神仙粉底液 美美美 这个粉底液 太服贴了吧 我的妈呀 随你身准备好喽 马上上链接 来喽 三二一 开始 很像喽 怎么办 我觉得你是 就 我把我 最像的一个 完蛋了 怎么办 我这 直播间交给你了 我要不我就 就先走了 王王 我们先走吧 然后他一个人播就可以了 我知道 又知道产品 又了解品牌 还会知道该怎么用 还会上链接 下架了 下架了 没有了 来我们再加货 来 missing 我们再加货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马上补货 谢谢大家 所有女生 我们上带了 宝贝链接的 48号宝贝 大家可以赶快去抢 然后领取我们的 40元约会券 好吗 谢谢大家的支持 来 马上加货 你的颜色是第一个下架的 来 加好咯 100号色 已经加好了 110号色 也加好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110还有6500平 谢谢大家 100只有228平了 美们100只有最后的79平了 美了 100又下架了 来我们再加一下货 好的 好不好 喜欢加齐 其实都关注我们的举播间 想要在夏天 持妆不易脱妆 而且有遮瑕效果 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小金钻粉底液 好不好 持妆柔物粉底液 missing 因为missing是泰国国民品牌了 你就算得上是大街小巷 都在用它 对 而且之前我有泰国旅游的时候 我也是 我只要每次去泰国 都会去买missing 他们家的粉饼很好用 是的 他们家的防晒特别好用 防晒 他这一款也是真的好用到爆炸的产品 包括以前三四年前 可能你还是学生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用彩妆 就会找 就是朋友如果去泰国旅游 我们就会买眼线笔 买10只 20只 然后从外国 就国外带回来 因为他们家眼线笔 持妆倒不行 因为泰国常年就是你知道 炎热高温 然后特别容易流汗 所以他们的底妆都一定要持妆 是的 而且就是无惧夏天的炎热 好不好 所以喜欢加齐 请多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 见 那我们的产品已经上载了48宝贝链接 大家可以领40元一会去 要直接拍一下就好了 谢谢大家 我们帮大家补下颜色 好的 谢谢你们的支持 那刚刚其实真的 非常的成功模仿我 其实我很想跟你学一些 小技巧 因为你知道 就是之前看过你舞台的直拍吗 然后我们的同事都说 加齐可不可以学一下 intu1刘宇 她的这个就是表情管理 对然后她说她在哪个角度拍 哪个机位拍都很好看 她说可不可以在直播的时候 你也表情管理一下 他们就天天diss我不会表情管理 所以今天我给你出个难题 因为听说你非常喜欢一个绿色的 跟我一样很喜欢一个绿色的单品 就是这个 真的喜欢 因为我们我们是做被调的 其实我们公司是被调公司 开玩笑 就是你很喜欢香菜 所以如何用香菜拍出高级的照片和高级的表情 香菜 所以你爱香菜到什么程度 就是可以直接生吃的那种 你不行吗 我不太洗 洗过洗过 洗过 洗过 洗过洗过 你可以直接吃香菜 他们还说你很喜欢吃榴莲 对 就喜欢吃一切 重味道的东西 等下那个车我给你全都推走 哇 我又来了 你们有很多新鲜的榴莲 对 哇 我试一试直接吃香菜是什么 哇 你有直接吃过香菜吗 是 就是香菜味 不是 哇 哇 不可以吗 不可以 我从来没有直接生吃过香菜 他跟泡了那个比如说面泡了那种汤里面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对 他其实本来有点有点色色的 有有点苦味 但是香菜的味道很重 嗯 所以你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吃法 我还要去吃西瓜蘸辣椒 我来试一下 你自己发明的吗 我自己也 我也不试 不可以啊 西瓜不可以 再辣椒啊 你尝一下 尝一下 你小心哦 不要跌到白衣服身上了 来 你全身都是白色 这个 你们这个辣椒准备的感觉很辣的样子 是 我们这个是那种辣 油泼辣子 哦 哦 这个很好吃 你等下给你拿一点 哎 你最近是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 对啊 然后其实想吃工作餐 对啊 我给你等下准备两个辣椒酱 那个那个绿色跟那个红色那个辣椒酱 不收品牌来 那个绿色跟那个红色 我给你吃这两个辣椒酱好吃到飞起来 前两天王菲菲姐姐来的时候我送了她两罐 她整个在机场上用那个辣椒酱吃完三大盘蛋炒饭 她说辣椒酱超好吃 西瓜 试一下 我真的人生第一次西瓜蘸辣椒 这还什么味道 就是甜中带辣 辣中带香 香中带着那种西瓜的清甜味 尝一下 要整个果 哇你这有点实在 可不可以拿个辣椒酱我刚吃的有点多 我怕整个一吃完就 全口出来了 不会不会 不会拉肚子 我经常这样吃 怎么样 其实是好吃的对吧 怎么样 还想 你知道 你知道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就是 你刚刚吃到辣吧 然后那个甜又来打扰你 对 然后你刚刚感受那个甜吧 辣又出来了 是的 所以你是一个 很 就是喜欢把两种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加在一起吃的一个人吗 对 就DIY还可以 还可以 我要不要试一试 他就试一试 嗯 还可以啊 而且我这辣椒里面还有芝麻 更香了 没有那么黑啊 还行哎 真的 真的还可以 你们试试看 你们之后在家里面试试看 辣椒 转西瓜 还真的蛮好吃的 OK 那所以你可不可以用 这种比较 有趣的 道具来拍出好看的照片 试一下 试一下 怎么样用香菜拍出好看的照片 来 我不相信香菜可以拍的实吗 老师给我拉个镜景 那 接着给他拉特写 拉特写要 等一下 给给他就是那种挡住 然后要是 哇 要挡住要那种 前景的感觉 就前置的感觉 对 原来是这样 就像丛林里面 哦 就像在那香菜 香菜丛 像香菜菜棚里面拍照 这个 所以香菜菜棚也可以拍出很看好看的照片 还原 我可以还原 来来来 感觉像一个就是 农民伯伯 爱上自己的香菜 所以是哪个机会 我这个 你在笑 我们摄影师在对面已经笑到不行 忍住啊忍住 所以 真的 一个老头子 干什么 做这样 是一个三岁的人了 如果哪个导演也会找我用香菜拍照片 我跟你说 我就直接翻脸不录了 不拍的那种 OK 好 来 专业专专专专专专 哦 哈哈哈 是帅的 你觉得我感觉有点好红 这怎么办 我害羞了 完蛋了 吃闪 是是 好了好了 就是其实夏天了有很多种 就是不一样的就是食物 好吃的食物的新吃法 所以你很喜欢吃辣椒吗 是的 所以你所有东西都想要吃辣椒 对 OK 你有没有尝试过冰淇淋加辣椒 还有这种 我只是想说 就是 对吧 这冰淇淋加辣椒 应该也是你会喜欢的 下次你试一下 好不好 如果好吃你再通知你的粉丝好不好 好 那我们把东西撤一下 其实说到夏天 我们必然离不拍一个产品就是防晒 是的 所以你这么摆应该 是天生的吗 还是什么样 我天生不摆 你天生不摆 我也天生不摆 他们翻我以前照片真的翻出来 是 所以你 天机用防晒吗 对 然后从你的角度上来说 防晒对你的重要性 有多重要 就是我觉得 护肤品都没有防晒重要 听到了没有 护肤品都没有防晒重要 就是必须得是防晒 每天出门都要用的 防晒每天出门都要用 所以你是坚持 每天出门都要涂防晒 对 OK 而且你防晒的用量怎么用 你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吗 就是 平时你的用 防晒的手法和你的用量之类的 差不多这么多 这么多 全脸 对 OK 所有女生们 正确的防晒用量 就是全脸这么多 一个硬币大小的量 对 硬币大小 好不好 因为你如果不涂够 亮的防晒 其实你没有办法沉磨 是的 而且你知道吗 来给我给大家看一下 美门 我们 防晒霜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涂抹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 Misting的 小黄帽防晒 我们直播间的 真的是爆款的产品了 轻轻一抹 它就会干嘛 先润泽你的肤色 然后再化成水 然后再在你的肌肤上沉磨 我的手已经算算蛮白了 但是 用完防晒这边的皮肤 跟这边的皮肤完全不一样 这边会透亮起来 是的 它就整个用完了 就会整个样的皮肤亮起来 但是 不暗沉 对 很泛白 以及不容易闷痘痘 因为你知道 来自于泰国的国民品牌化妆品 Misting 它们如果产品做的油 或者是厚 绝对没人买 绝对没人用 是的 你知道吗 Misting的防晒霜真的是 足亮到爆炸 而且性价比高到飞起来 我每一年都有推荐 我五年前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 我就开始推荐Misting 真的 我觉得你选择Misting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我能够在淘宝里面 火起来 就从众多的美妆博物里面 火起来 那个时候我就选择推荐就是泰妆 因为我觉得泰妆又便宜又好用 对 到后来我们开始发现 国货产品越来越好 Misting 真的这么多年来了 巨好用 不辣眼睛 而且你要 如果现在下山了 很多人应该会去入学 入学的叫军训 是的 妹妹 军训你一定要用它 为什么一直 你军训10天把它涂完 你发现 你的同伴同学都黑了 你没黑 对 而且 女生和男生扎头发起来之后 脖子后面一定要涂 手臂露出来的地方 一定要涂 是的 因为你知道不是所有女生都可以 把脸部仿晒 涂在身体上 对 小黄帽是脸上 身体上 你都用 为什么 它的一支量 比别人的两支量 很大 很大一支 60毫升一支 而且哑光不黏腻 不容易闷斗 美门 它沉默速度非常快 是 就是你涂完脸上 它沉默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你准备好了吗 美门 天猫店不价99一瓶 加起直播间 118 一瓶 两瓶 相当于第二瓶 只要 美门 19块钱 120毫升的仿晒霜 真的全身 然后全脸都可以完全用起来 这个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好不好 性价比超高的仿晒霜 美门 小黄帽仿晒 所以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它不容易搓泥 哦 很好 因为你是喜欢戴妆的 对 或者你的工作是需要戴妆的 所以美门 用完它 intu1留言说了 它不容易搓泥 好不好 它上妆那种效果也是不会搓泥 不会跟你的本体液发生那种搓泥的反应 是的 所以美门大胆放心买起来 有个女生说我昨天99块钱买了一瓶 美门 那你真的是 赶快再买两瓶把差价补回来 数量铁 0 80元优惠券 3 2 1 来咯 美门 这个是真的你们试试看 在夏天特别是你军训 或者是 比如说男生女生可能小朋友 他们要去夏天有学游泳 是的 在户外 然后去夏令 然后一直在户外跑来跑去 或者打球 美门 防晒涂瓷来 男生们防晒涂瓷来 性价比真的超高 你相信我 你买了这个防晒霜 你的男同学 就要进的防晒霜用一用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来所有女生们 数量铁2 美了 来领80元优惠券 我们再加货给大家 数量铁2 领80元优惠券 准备好了没 马上加货给大家 往下滑 新加来的美门往下滑 详情页面可以领取 80元的优惠券 好吗 谢谢大家的支持 来我们马上加货 加货呀 又下加了 加了货又下加 来我们再加3万吧 好吧 我们再加3万 还有5000 3000 还有加好了3万 来 还有一万 一万分 Misting防晒5137平1900平 又下了 这个是真的我推了5年的防晒刷 而且 对了 你知道我最近还做了一件事情 那个马上就会给大家看 就是我为了做防晒评测 我花了28万 把所有我认为好的保安商 送去了一个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 Misting也在中间 因为我推了5年的产品 我很怕它真的有问题 我很怕它是我自己 能力之内没有查到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把它送去的检测机构检测 它完全合格 而且那个老师都说 他说虽然便宜 但是它的成分非常好 嗯 它的合格标准度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美们 大家放心 买 后面那个Vlog会出来的 你们也看到我的防晒评测 真的你知道花了好多好多的钱啊 所以美们放心 购买 我们的就是Int1刘宇 代言的Misting 好不好 真的我觉得 性价比又高又好弄的美妆品牌 好吗 那就是 接下来我们的两个产品已经带完了 你放松一下 我们差不多完成 我老板应该很开心的 哈哈哈 卖的非常好 这样因为你就是也是就是成团后 啊 首次来嘉义直播间 所以我们想要让你的粉丝和我的粉丝更了解你 所以我们准备了几个问问 快问快答 好 好吗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呃 有一点点的吸力 哈哈哈 看一下看一下 首先问你吧 就是来第一次来几家机制播间感受怎么样 太热闹 太热闹 真的是太热闹 我很 所以基本上都还好吗 我在那边休息的时候 我觉得一边听着这边有哦 这个吃的晚买一下 那个吃的晚买 哈哈哈 所以就觉得是很热闹的一个制播间 对 好 那哎 你们现在应该也是所有的团员都住在一个宿舍里面 对 对不对 对 日常应该也很热闹很欢乐吧 每天最欢乐的时候是吃早饭的时候 哦 真的吗 为什么 因为每天就是集体活动出门的时候 是 因为在外面的话会点工作餐吗 是 在早上就在家里围成一桌 嗯 每天点各种不一样的中国早餐给他们吃 哦 所以他们会很爱吃中国早餐 很爱吃 很爱吃 特别爱吃豆腐脑 豆腐脑 哎 这样有个灵魂问题来了 豆腐脑吃咸的还是甜的 我绝对吃咸的 我是甜的 哦 我是湖南人 我们豆腐脑都是白砂糖 挖两个然后这样搅一搅开 啊 咸的豆腐脑 我上次在武汉试了一次 你接受不了 不太行 哈哈哈 真的不太行 好 那 平时大家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整个破音 状态 平时大家在宿舍里面的状态怎么样 状态就是 宿舍里面的 对 就是一一会就倒吐都睡还是怎么样 不是不是 大家 坐在一起会聊天 不聊天 聊之前的一些作品啊 然后因为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大神在这个团里 是 他们聊之前啊 这个舞蹈你看一下你喜不喜欢 嗯哼 哇这是你编的呀 就每天聊各种之前的一些作品 然后会聊后面的想要怎么展现自己的舞台 然后未来的一些畅想 哇 想到我们之后演唱会应该怎么开 就每天 各种幸福的畅想 是好这样吧 我觉得就是趁我们时间还有一点点啊 还有几分钟 我们抓住刘宇在直播间的最后几分钟 我们来私家打探一下 intu1宿舍的小秘密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就问几个 就随便问几个关于宿舍里面的问题了 好 要快速回答 好 第一个问题 诶 谁的房间最干净的 我 真的吗 绝对是 所以他们的房间就是就是最可怕的什么样 哈哈哈 也没有 也没有 就是我很有自信的可以这样说 是 就是每天都说的很规整 好像也不是 哈哈哈 所以不是很规整的你也属于最干净的房间 哎呀 那这样也说也算吧 算了算吧 OK好 第二个问题 谁最爱赖床 就是永远就是最后一个起床然后最后一个到 在创造营这个节目里面很多人赖床 包括活动以来 在宿舍呢 那没有 没有 没有人赖床 就是 这闹钟一响立马起 赖床是要罚钱 哈哈哈 公司这么严格赖床要罚钱 因为 你知道 每次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会有很多工作人员在等你 是 那你 直接导致这个迟到的话会不太好吗 那这样吧 我这样问好不好 嗯 就是谁是那种最晚起的最好把最快把妆容什么全部都搞定的 他可以说啊你们先化妆啊 你们先弄吧 然后你们先洗澡啊 或者怎么样 我等一下我很快我不用你搞定了那种 有吗 啊 谁呢 他们 他们有些都素颜直出 李莫吧 李莫 OK AK也是 所以他比较快 他们都挺快的 其实 我每天最早起来 然后 就最晚出马 也 也没有最晚 就一起出马 OK 好 谁起的最早啊 最早我 那也是你 对啊 怎么都是你 我每次就是别人是 比如说八点钟的活动他们七点半叫 叫起床嘛 是 我是要六点半就起床 但是舞蹈生真的起的很早 对他们很能起早 对 好 来 我们下一个 就是宿舍里面 谁是勤劳贤惠的 勤劳贤惠 就什么事都说啊我来做我来做 怎么 都是你 都是我 所以其他人就是完全懒得不行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他们都很勤劳 博远很勤劳 博远很勤劳 是 博远以前教过我 跳舞 你不知道吧 我的买他就是博远编的 我买他怎么跳来的 买他就是他编的 我的天 是 他以前是我的老师呢 我还喊博远老师呢 哇哦 是好 那谁最爱照镜子 爱臭美 我觉得 银浩宇蛮爱照镜子 比你还爱 哈哈哈 我俩不分伯仲 不分伯仲 就是你们只要看到反光东 你们都会照一照 对对对 就是比如走在街上 有个镜子 哈哈哈 这样这样 OK OK 好 你们在宿舍最爱吃什么东西 最爱吃早饭 早饭有哪有 辣椒 辣椒 我发现好多人爱吃辣椒 好多人爱吃辣椒 所以有不爱吃辣椒的吗 有 有被你们带到整个爱上吃辣椒吗 或者是完全排斥你们吃辣椒 没有 没有 就是慢慢爱上 对 OK 那你的拿手菜是什么 我的拿手菜就是 煲汤 煲汤是拿手菜 对 煲那种养生鸡汤 养生鸡汤 不像你这个年纪会吃辣椒 应该是适合我的拿手菜 我很养生的 好 那一定要吐槽的话 最想吐槽宿舍的什么 就是我们宿舍别看它是一栋嘛 但是每一个房间都能做出不一样的风格也是很 什么意思 就他们会先帮你们装修成不一样的风格 比如说有什么 剪装风啊 毛皮肤 我有看过你们这种宿舍非常的简陋 对对对 所以真的简陋吗 其实 可以在直播间吐槽一下你们的就是老板的 还好还好 因为我们 我很爱去改造一个房间 是 我每次到哪里我都能把一个房间改造成自己的家 所以大家就是随便住 对随便住 然后你会把它整个就是装修一下 他们现在也买了很多东西就是在装饰 是是是 因为就是我觉得每天工作这么累 回到家里面还是要稍微的开心一点 对 要像家 嘉琪今天也在最后给你准备了一点礼物 应该刚刚你的粉丝说你特别爱吃 零食 所以我今天准备了真的很多东西 我准备了一个行李箱 像三代 你可以把它带回去 哇 你的队友们 哇 这里面有榴莲哦 有榴莲 这里面有榴莲哦 哇 就等下要小心 真的有个箱子 对 好吗 全是零食 全是我们这碗好吃的东西 哎 这个这个有点真的有点臭啊 不要 对我来说是很香 对 等一下那个司机会受不了 会把你赶下车 哈哈哈 这真的好重的味道 谢谢刘宇 谢谢刘宇 来我们这边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最后一个祝福送给大家 好不好 嗯 谢谢大家 再这 对对对 谢谢大家 谢谢佳琪哥 我今天来到这个佳琪哥直播间非常开心 然后也感受到非常热闹的氛围 回去之后我会把这些临时全部分享给我的队友们 是 非常开心 非常感谢ミス丁邀请我 谢谢 是 谢谢 谢谢刘宇 辛苦了 辛苦了 我给工作人员 好好好 对 你还要麻烦帮我们签五张照片 好 来来来 搭订大家的签好了 来 这样 对对我在那边签的 对那这样吧 我们就直接把他送给你们好不好 美们我们刘宇亲笔签名的照片来喽 我们马上抽奖送给大家 然后大家就直接刷谢谢int1刘宇好不好 谢谢大家支持 来我们刷起来 谢谢int1刘宇 我们来抽奖喽 好不好 辛苦辛苦 辛苦你 辛苦了 谢谢 你先回去 你先回去 太晚了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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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下次见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好 来 我们先在这边给大家抽奖啊 谢谢大家的支持 来喽 美们我们把五张签名照送给大家 好吗 那万万 谢谢 来拍一下照片